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 用Permico多进程来操作远程机器 我们首先来看这一节课的课程目标是什么 就是要了解进程的概念 还有为什么要使用多进程 然后如何使用那个多进程来实现Permico的操作 我们之后就是利用EU的Python Modules来进行编程实现 最后进行一个总结 我们看什么是进程呢 进程是指在操作系统中正在运行的一个应用程序 进程就好比一个工厂的车间 它代表CPU所能处理的单个任务 任意时刻CPU总是运行一个进程 就单CPU总是运行一个进程 其他进程就处于非运行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一个视图 就是说一个操作系统中 它可以有多个进程 但是多个进程它是互不干扰的 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进程在运行 我们看到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浏览器 Charm的它的一个进程的消息的一个模型 就是说它每个标签页它其实是单独开了一个进程 然后它就达到一种互不干扰的 比如说你正在看这个标签页的时候 它不会影响其他标签页的这个情况 这个就是一个多进程的 利用多进程的一个例子 而为什么要使用多进程呢 我们看那个视图它其实就是多进程一个很好的例子 然后结合python 它其实python多线程它并不是真正的多线程 它其实是说没办法真正的利用现在的多核CPU的资源 它只能在单个CPU上进行操作 如果要利用多核CPU的资源的话 就大部分情况可以使用多进程 然后python也提供了非常好用的多进程包 Multiprocessing这个包 只需要定义一个函数 python会完成其他所有的事情 借助这个包可以轻松的完成 从单进程到并发执行的转化 然后我们来看python的多进程 它其实就是我们主要利用这个 MultiprocessingPore这个进程词 然后它是非常的简易 然后基本过程就是说 先构造一个这个进程词的对象 然后的话在进程词的对象里申请 可以说是申请一个进程 然后就是把这个函数和它的参数就传进去 用apply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特点它是阻塞的 就是说它会阻塞于 就是说这个被调用的这个进程里面 当前进程里面 然后还有一个sync applySync 这个用apply方 apply方法一致 但是它是非阻塞的 现实的操作中 我们一般利用它这个applySync这个函数 因为它是非阻塞 不必等待返回结果 即便是主进程结束后 只进程还没有返回 整个进程也会退出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 如果我们对返回结果不感兴趣 那么可以在主进程中 把这个pore给给关掉 然后让这个pore来等待 让主进程来等待那个申请的其他进程 来完成自己的操作 然后再退出 注意的是就是说 调用它教育方法之前 一定要调close close的方法 不然就会报错 然后我们就来编程实现 首先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我们之前是怎么用它的 用这个 这个一个处理 就是在一个进程内 是怎么序列化来处理 这个poremeco的操作的 非常简单 就是这个process 一个process 它其实在这个man函数里面 它就在这个进程里面运行了 然后如果我们要用多个 多个那个进程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么设计 config的rni 一个它的一个section 一个section运行一个进程 我们可以让它有多个section 直接拷贝 把它的这个section的名字换一下 比如说ss012 我们可以拷贝其他 这三个我们其实是连同一台机子 但是为了为了操作方便器件 我们把它加成不同的配置 不同的section的名字 然后呢 我们在对这个poremeco的client 我们每次把section 这个section给传进来 然后其实主要是在在哪呢 在这儿 在这个这些获取配置的函数里面 用这个section来代气 把这些全部都替换成section 然后这个其实就是配更加可配置化 这个这个东西的话 它就就非常的呃 可配置了 那么我们现有的这个就要改 比如说我们只掉一个的话 我们就掉ssh0 我们可以运行看一下它的结果 对它就输出了一个输出了它的那个时间 远程机器的时间 如果我们要掉多个的话 怎么处理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可以简单的拷贝一下 这叫client1 我们这个叫ssh1吧 我们看一下 对它就输出了两次 就查了两次 其实是对同一台机子 但是我们对它的section的名字传的不一样 所以说它建立了两个poremeco的client进行查询 我们如何用多进程呢 按就是根据我们之前讲的 我们就引入这个呃 这个多进程的这个包 它就是frommultiprocessing 把这个多进程的这个进程词 这个导出导进来 然后我们首先建立一个进程词的这个对象 pool 怎么处理呢 它其实就applyasync 这个function怎么处理 function的话 它它就是一个一个那个进程的 它这个毁掉 它就是要把你相应要这个进程 真的要干什么事情的函数给传进来 然后的话 它的这个呃参数 参数什么呢 参数其实我们要传 还是要传section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要这儿的话 要操作 要让它可操作 就是可变的这个section 然后我们这个呃 这个args 其实就这个东西 就传这个section 就比如说传ssh0 然后我们要close它 再join 这个删掉 这个我们打印一下 print 慢 主进程 结束 对 你看我们其实现在的话 就是在一个申请了一个额外的进程来执行这个操作 然后让它让主进程等待这个进程结束 那我们如何申请多个进程呢 也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多次调用这个函数 传入不同的参数 比如说 比如说ssh1 我们看一下 对 它输出了两次 那么我们怎么比较 其实上节课也提到 顺序执行跟这个多进程执行 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 比如说我要执行 同一个指令 我执行三次的时候 就叫这个task number等于三 比如说执行三次 怎么执行三次呢 比如说顺序执行 顺序执行怎么执行 我就让它循环 task number 然后我让它调用这个 这个 这个process process传入什么呢 传入它的这个section的名字 section名字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特点 就ssh012 它都是ssh ssh加它的这个下标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section 其实每个section 它是这样的 它是ssh加上str 这个i的这个字符串 比如说因为这个i 可以看到它是其实012 它转换出来的话 就是ssh0 ssh1 ssh2 这样就正好 跟我们配置是对得上了 我们就可以这么操作 然后我们这儿就可以调process process 把section传给它 这个就是顺序执行的时候 那我们非顺序 就是用多进程来 怎么怎么做呢 多进程的话 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 只不过是 变成这样了 这个section 在这儿 然后这个prod的申请 要放在这儿 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多进程的时候 它 它需要多长时间 执行执行执行这个三个查询 time 点time 打印出来 我看一下 它用了1.15秒 那我们来看一下顺序执行的时候 它会用多久 它用了2点多秒 也就是说1.1几秒跟2几秒 基本上就是两倍 就是说明显我们看到了 多进程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 它 它有它的并发性 就是说每个进程 互不影响 它是同时进行的 只要你的机子是多核 它就会充分利用多核的这个优势 来进行这个查询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多进程 操作远程机器的这么一个优点 然后下去的时候 大家可以模仿 然后写出更优美的实现 然后比较这两个就是顺序执行 跟多进程执行 它时间上的差异 然后再作为一个课后集体 然后今天的课我们就上到这里